我们这个那个纠编定位呢是 这两个传感器就是灭子那边上个胶过来的话通过这两个传感器检测哪边信号歇道然后测出来这个角度的偏差 角度的偏差然后 他纠编的是通过这边这边一个师傅 然后那边对应的那边对应一个师傅就是这个牙牌这里咬住这个灭子的时候他这里角度有偏差的话他就把它调正调正位以后 然后这一个这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他是吃横线就横线的偏差他走过去一下就测出来横线的偏差 走过横线偏差测出来以后呢是到了这边以后 牙牌拉过来以后 然后拉过来以后拉到这个疏众带呢这个疏众带底下他是有一个 有个湿伏 湿伏带湿淡的然后控制这个控制这个整个疏众带 主右移动然后就是很像也调整了 而面子到了这最最后靠这一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就是全面定位 全面定位这样的话就是实际这个 面子的横线跟纵线的还有一个角度的 三个方面的基地 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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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看